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可怜 要是被可怕的霸王龙看到 肯定会被吃掉的 心地善良的慈母龙妈妈把蛋带回了家 她温柔地抚摸着捡来的蛋 就像对待自己的宝宝一样 早早地 健康地 快点出生吧 慈母龙妈妈每天这么说着 把两个蛋小心地拥在怀里 过了几天 慈母龙妈妈摘了红果子回到家 就在这个时候 卡巴 卡巴 两个宝宝出生了 没想到从那个捡来的蛋里 跳出来的 是可怕的霸王龙的宝宝 慈母龙妈妈妈开始发愁了 要是这孩子将来知道自己是霸王龙 那可怎么办 晚上 妈妈轻轻地抱起熟睡中的霸王龙宝宝走了出去 她来到原先捡到蛋的树林里 把宝宝 把宝宝放在地上 再见宝宝 妈妈轻身离开 心里一阵一阵的疼 就在这时 哇 听到宝宝的哭声 慈母龙妈妈再也忍不住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他跑回去一边哭一边抱起宝宝 我的宝贝我再也不丢下你了 妈妈温柔地抱着宝宝回家去了 那是一个很安静很安静的夜晚 妈妈对两个宝宝一样的疼爱 给他们取了寄托自己心愿的名字 他对慈母龙宝宝说 你笑咪咪的很开朗就叫光泰吧 他对霸王龙宝宝说 你强装又有力气 我希望你心地善良 就叫梁泰吧 光泰和梁泰吃着红果子 一天天的长大了 他们俩非常要好 就像所有的亲兄弟一样 一天光泰遇见了甲龙叔叔 小家伙 你一个人在外面待着太危险了 如果遇到霸王龙什么的 那可不得了 霸王龙是什么呀 光泰问 霸王龙是凶恶的 爱欺负人的坏家伙 大家都讨厌他 他爪子锋利 牙齿尖尖尖 皮肤咯咯咯咯咯咯的 是很可怕的恐龙 光泰回到家 妈妈 甲龙叔叔告诉了我霸王龙的事 他爪子锋利 牙齿尖尖 皮肤咯咯咯咯咯 咦 有点像梁太呢 说着他呵呵的笑了 妈妈板起脸 很生气 光泰 你说什么呀 梁太是你的哥哥 不要开玩笑 说完 妈妈把两个宝宝紧紧的搂进怀里 对不起梁太 光泰小声的说 几年过去了 光泰和梁太长得跟妈妈一样高了 今天我要多摘一些红果子 让妈妈和光泰高兴高兴 梁太兴高采烈的朝着树林走去 突然从岩石的后面 哇哦 一只霸王龙恶狠狠的向梁太猛扑过来 看到梁太 咦 怎么跟我一样是霸王龙啊 刚刚明明闻到好吃的慈母龙的味道呀 霸王龙很失望 梁太想 梁太想 锋利的爪子 尖尖的牙齿 咯咯答答的皮肤 他 会不会是霸王龙啊 梁太小心翼翼的问 叔叔 你 你是谁呀 你问我是谁 说什么呢 我跟你一样啊 梁太松了一口气 这样啊 太好了 这个叔叔不是霸王龙 是和我一样的慈母龙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霸王龙问 嘿嘿 我正要去弄些好吃的东西 梁太笑嘻嘻的回答 心里想的是好多好多的红果子 是吗 嘿嘿嘿 我也正要去弄些好吃的 霸王龙孤独一声 咽了一下口水 心里想的可是美味的慈母龙 梁太听了 心想 诶 原来这个叔叔也要去摘红果子呀 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吃好东西 嘿嘿嘿 霸王龙说 梁太跟着霸王龙走呀走呀 越过山岗 穿过峡谷 来到了一片森林 霸王龙停下来 很伤心的说 几年前 一场暴风雨后 我在这里 丢了自己的蛋宝宝 梁太没在意 喂叔叔 这里有好多红果子呀 我们就在这里摘吧 那多难吃啊 穿过树林 有好吃的慈母龙 正等着我们呢 慈母龙 叔叔 你说的好吃的东西 不是红果子 难道 难道你是霸王龙 我不是说过我跟你一样吗 当然是霸王龙了 我 我 我不是慈母龙吗 别说傻话了 锋利的爪子 尖尖的牙齿 咯咯哒哒的皮肤 你就是霸王龙啊 胡说 你胡说 我不是霸王龙 绝对不是 我胡说 你好好看看自己的样子 跟我一模一样 简直 就像我的亲生的孩子 不对 不对 我是慈母龙 不是什么霸王龙 梁太发怒了 他的眼睛竖了起来 呱呜 霸王龙摁着梁太说 好好看看 你的爪子 皮肤跟我一模一样 对不对 让谁看 从哪儿看 你都和我一样 是只霸王龙 他们纠缠在一起的胳膊和爪子 却是一模一样 咯咯哒哒的 尖尖的 不 不对 我不是 梁太闭上了眼睛 梁太推开霸王龙 哭着跑了 眼泪扑速扑速的往下掉 他拼命朝妈妈的方向跑去 呜呜 慈母龙妈妈听到了哭声 啊 是梁太回来了 怎么那个样子啊 妈妈用力地抱住他 梁太流着眼泪 吸着鼻子说 妈妈 我 我是霸王龙吗 我不是你的孩子吗 妈妈搂着梁太说 你就是我的宝贝 我宝贝的梁太啊 梁太眨巴眨巴眼睛 太好啦 妈妈 我就是你的宝贝 一回头 只见霸王龙一脸凶向 正朝他们走过来 梁太跑向霸王龙 梁太 你去哪儿 妈妈叫着 梁太回过头来 我去栽红果子 栽好多好多红果子 啊 梁太吼叫着 向霸王龙冲了过去 咔嚓 为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 我是跟你一样的霸王龙啊 霸王龙喘着出气说 我是梁太 慈母龙梁太 说完 他的眼泪涌了出来 霸王龙让梁太咬着 呆呆的 你动不动 梁太看了一眼霸王龙 见霸王龙也流下了眼泪 不由得松开了嘴 心想 这个叔叔 会不会是我的 从此 梁太再也没有回到妈妈和光泰的身边 每天每天 妈妈和光泰 四处寻找着梁太 一天 妈妈来到林子里 就是捡到梁太的那片树林 她发现了一座 红果子堆成的小山 我再也 见不到你了吧 梁太 我永远爱你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 永远 永远爱你 妈妈 把一颗红果子 慢慢地 放进了嘴里